绝对秒杀外科风云烂剧,TVB又一部医疗题材的港剧要拍了。 说真的,论国产医疗剧,我只认可TVB拍出来的。 在去年4月,当红艺人白白和静东合作的医疗剧《外科风云》播了出来,是国内罕有的专业剧集。 差点没法我误心到。 这就是一部打住医疗剧的旗号,让艺人各种在医院里兼住档腾的谈情说爱的国产超级大烂剧,拜托,你要拍爱情剧就好好拍,干嘛涉及到医疗领域来?闹住完了。 你连做的手术,都不知道什么是专业。 说起TVB啊,论律证据,我们知道了有法症先锋,盲家大律师,警匪剧则有雪景系列,试图行者系列,医疗剧则有Encore36小时,妙手人心,可谓步步经典。 关键在于,TVB拍摄什么电视剧题材,能够在细节上做到位,是律师就好好做个理智的人,是警察你就分清是什么部门该穿什么衣服。 你作为医生,实习医生,就该有自己的服装,做丑术的基础理论。 懂吗?只可惜。 现在除了TVB港剧,国产剧中目前是拍不出什么职场剧,医疗剧的。 下面TVB即将开拍的这一部,我敢说到时候播出来,绝对秒杀外科风云,至因我绝对信任TVB在医疗剧方面的专业。 日前,新的TVB港剧《白色强人》正式在将军澳电视城举行造型记者招待会,向公众公布了这一部新港剧的主演阵容,艺人在剧中的造型。 电行的一部医疗题材港剧,由TVB艺人郭静安、马国民、唐诗勇、李嘉欣主演,TVB的《当家世帝》,《当家花旦》,小声都齐了,这阵容强大啊。 配角则由新生代TVB艺人出演,由张希文、何广佩、冯莹莹、港姐。 暂时剧集内容没有多少透露,但单看各个艺人的造型,就已经很期待了,里面各个艺人都是熟悉的老面孔,不存在演技声色的TVB艺人。 非我要在这旁住TVB港剧,但这专业剧方面,他们就是专业。